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找你是为何是 少城主想要我炼成麒麟臂 重开古子墓门 不知道独孤兄意下如何 少城主 属属下不能答应 当年我父亲断臂之后 就严令麒麟家族子孙 不准再练麒麟臂 麒麟家族没有麒麟臂 怎么还能称为麒麟家族 现如今 麒麟家族在沐王城的地位 一落千丈 你就不想重振家族的威名吗 那能不想 但父亲有命 我不得不从 还望少城主 不要抢人所难 独孤兄 孝意天下 我很是佩服 只可惜了一段好姻缘 我本来想以沐王城的名义 替独孤兄向墨宫城提亲来着 但现在看来不用了 如若能娶到水瑶姑娘 少城主 就是让在下肝脑涂地 粉身碎骨 也在所不辞 独孤兄快请起 这事包在我身上 只是 只是 要炼成麒麟碧 必须是童子之身 而且 要闭关三年 独孤兄担心的 是麟家千金等不了这么久 大可不必担忧 独孤兄闭关三年 我让林大小姐 在谷子墓里等你三年 等你大功告成之日 也就是你成婚之事 我们来个双喜迎门 一切 听从少城主安排 你毒丹拿到了 拿到了 秦也是不是可以杀了 等韩千骆服下后 毒化血已成 再杀不吃 只可惜 韩千骆那个小贱人 跟宫墓派的人跑了 他娘在我们手里 不怕他不回来 现在最让我着急的 是毒孤墓的麒麟碧 确实 也不知道成了还是没成 如果成了 就通知楼满风动手 如果没成 就把洛石丘制服 慕王城死定 今夜麒麟锁一定要开 破墓令 必须拿到 是 恭喜毒孤兄 闭关三年 功德圆满 在下跪谢少城主 助我打通麒麟碧 使我麒麟世家 重获新生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等了十年 我们慕王城 终于又有了麒麟碧 是啊 若不是十年前 恶贼木归此 趁我父亲练功之时 夺了他老人家的麒麟碧 我麒麟世家 在慕王城的地位 怎么我一路千丈 如今毒孤兄 练成麒麟碧神功 必将重振 麒麟世家的威名 现在只差最后一步 不知道 楚夫人的毒化血 是否已成 十年前 老神悟住 木鬼子的 毒刺软甲之毒 虽然我又内功 将此毒 封堵在双手之上 在神功毒化上 你练不到第九层了 三年前 我闭关练功时 楚夫人说过 我七里离金箍大通 便会有毒化血之人 助我完成神功 毒孤兄莫及 逆毒丹引到手 毒化血之人 也就在墓中 方才有人禀报 韩千诺和娄满风 正赶往摩唐 太好了 楚夫人 你放心 事成之后 韩千诺母女的生死 任凭你发落 绝不失言 若不是沐王城有命 我早就把他们两个贱人 碎石碗断了 以及我心头之恨 水瑶 水瑶怎么没有看到 你骗来的 那个守活寡的媳妇 已经跟公墓拍的小子 请 按地图上所示 左路是魔堂 右路是圣堂 同在一层 但必须攻破两堂 才能开启下一层的 接关墓门 我们兵分两路 我去攻魔堂 你们去攻圣堂 然后在这里集合 不满风 魔堂的林魔 是人神功务的杀人魔头 他的武功高强 功力超凡 还是我去吧 慕少 你是觉得 我杀不了林魔 我心意已决 你不要争了 我也心意已决 林魔 我杀定了 骆大哥 你别怪老大哥 他也是顾忌你的安危 每次都这样 每次都这样 我又不是废柴 这样吧 我陪骆大哥去一趟魔堂 水扬妹妹 你陪着骆大哥吧 好 你去吧 吗 看什么看 没见过我这么帅的帅哥 清 帅有个屁又 还不是个废柴 你敢说我是废柴 我 你你你 你什么你 你有本事 自己解决 我一个人去破了圣堂 看你还有什么脸 当公墓派的圣门主 自己解不自己解 看我等会怎么收拾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人 别人不认鬼不鬼的 本姑娘可不是吓大的 水瑶 你别怕 是我 我是毒姑墨 你别过来 你别再过来 好 你 你是人还是鬼 水瑶 你别怕 我是人 不是鬼 对 你听我说 这三年来 我一直藏在墨石殿后面 闭关苦练麒麟弼 今天刚出关 所以 所以马上过来找你 骗子 你这个骗子 水瑶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但我确实没有办法 要裂成麒麟弼 就必须是童子之身 你不知道 三年前我看着你走进孤子墓室 我的内心 是多么痛苦 多么自责 但我向你保证 从此以后 我一定会百倍千倍的偿还你 再也不让你受半点委屈 骗子 我今天被杀了你不可 这种干掉前任的事 就让你的现任来做